也就是说虽然菲律联盟 包含侯友宜 包含他 在家窝台蜜 可是柯文哲仍然有胜利的机会 所以他才会去见灵水树 你来到中间坦白 我是欧总经 我们看到柯文哲 神隐的好几天 他这个神隐的好几天 最重要的是 他发布了一则关键消息是 他要独立参选 不跟郭董合了 这个话 我早就在2023年的2月3月的时候就说了 他们最后不可能合的 因为只要一合起来 那么他要分裂国民党的 或者说泛兰的票源 就分裂不了了 那为什么我就是说呢 我说过 他们是各自有任务的 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郭台铭 他们都是来自于白宫或者是纽约那边所给的任务 他们有一个版本 就是他们各自参选以后所获得利益以外 真正的重点 所以让国民党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联合所谓的非民进党以外的所有票源 这才是他们工作的主要重点 所以最终 各自当然得独立参选 只是这个戏 不能太早把牌给接台 而且要在从3月4月5月6月7月8月过程里面 反复的折磨一下所有的群众 或者所有的观看者 让大家猜 再猜 猜到最后呢 差不多了 他才把牌给翻出来 现在牌翻出来了 他就是要独立参选 于是他忽然 在说完这话以后 神隐了五天 那他去哪了 有一个地方 他竟然跑到嘉义去 你想到嘉义就觉得妙啊 这不是民进党的爸本营吗 而且他现任的县长翁张良 据说还是全台湾22县市执政第一名呢 再者 这里面把票投给民进党了 占了70%左右 他跑到那干什么呢 妙的是 他竟然找的是相当于 还愿意把票 投给国民党的东石乡的黑道大佬 那就是零水树了 那他为什么去挖零水树的票 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奇妙 其实有个原因 因为台湾的黑道 多半还控制了所谓的六合彩 什么叫六合彩 那就是美洲开讲 而且大家是在数字上压宝 也就另类的所谓赌博吧 那么这种六合彩在台湾啊 中下阶层里面可是很盛行 大家几乎每周啊 就会有一两天参与在其中 那么如果压对宝的人呢 那就可以拿到高额的奖金 那你可别小看啊 他们的每天的金流多则达到十个亿的台币 那这么一来啊 大家马上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庞大的金流组织 于是柯文哲到嘉义 外访民水树 这就不太奇怪了 因为他关心的是 这块整个民间的金流 是不是在大选的时候会往他那边压 大家在这可能有点听不懂啊 我说的是往他那边压 这个字给大家听清楚 意思是如果啊地下的主头 地下的赌盘 他开牌有利于柯文哲的话 这个柯文哲啊 就可以多拉个五个百分点 甚至十个百分点 换言之柯文哲在这里呢 他有一个态度 他仍然想赢 他并没有绝对放弃 也就是说虽然啊 菲律联盟 包含侯友谊 包含他 再加郭台铭 可是柯文哲仍然有胜利的机会 所以他才会去见零水树 不过这时候民进党 可是已经醒来了 那柯文哲的民调也不能太高 他只能维持在百分之二十多 以备不死之虚 要是真的蔡英文斗争胜利 把陈建仁或者萧美琴 给换上来的话 那么到时候 胜利的一方肯定都还是民进党 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 柯文哲可不能等蔡英文跟赖清德这两个人到底合还是不合 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态度 那就是先赢再说 或者是先抢得分再说 零水树与他的见面就是一个抢分的动作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台湾的所谓地下赌盘 到底是站在民进党那边 还是站在柯文哲这边 又或者是采取一个不可知的中立态度 不过看到民进党大力的抨击 柯文哲就知道 闲地下赌盘 不要完全站在民进党那边的意思 因为前一阵地下主刊 几个重要的董事长们 纷纷被民进党整得死去活来 而且罚了非常高的罚金 感谢你